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如何把从谷歌官方上插件商店进行下载的这个加缩包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个是从谷歌官方商店下载的这个这个插件安装包 CRX格式的进行离线安装 离线安装 大家看我现在我之前下载的是这个格式的 大家看我这个属性 CRX格式大小2.61兆2.61兆 而我现在进入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大家看到没有 谷歌浏览器 然后点击三个点 大家看这边三个点非常小三个点 然后大家找到更多工具 更多工具 更多工具 然后再找到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 点进去之后 这是我已经安装了这么多插件了 已经安装这么多插件 这么多插件 然后我把这个 大家把这个开发者模式给打开 点击把这个名 开发者模式打开 然后左边有个加载以解压的扩展程序 大家看到没有 加载以解压的扩展程序 大家就把 咱们在谷歌商店下载的这个插件 进行解压 鼠标点击 右键选择CZ 大家看到吗 选择提取文件 提取文件 提取文件到 现在的默认的文件件 点击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个文件给已经提取出来了 这个 这个提取的文件包 它这个文件解压完之后 的大小 是还是2.61 然后大家 然后大家进 这个 加载以解压的扩展程序里面 点击一下 然后大家找到刚刚放了个地方 新建文件件 点进去 然后点下这个 选择文件件 点击选定 选择文件件 点击一下 或者这个 这个也是我才从插件商店进行下载过的 然后点击解压 大家选择提取文件到当前位置就可以了 提取文件到当前位置 这样的 另外地点击解压 大家看到我这个就是刚刚解压的 这个 我给其他的没用的给删除了 只留一个刚刚我解压的 这个大家再次进入 再次进入加载以扩展 加载以解压的扩展程序 点进去 然后选择这个 然后再点击选择文件点 大家看成功已加载 看到没有 成功 大家看出现这个情况 就证明已经加载成功了 大家可以关掉 是吧 已经成功了 点击删除 然后依此类推就可以加载很多插件 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很多在没有互联网接入的情况下进行离线安装 来继续给大家演示 通过解压谷歌官方商店的插件来进行离线安装的方法 打开 先把开发者模式打开 然后找到加载以解压的扩展程序 大家把这个是我刚刚下载的另一个谷歌插件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提取文件 提取文件 大家默认到默认点到当前为止 大家看正在 正在解压 好 已经成功解压 它这个成功文件夹 它这个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大家再进谷歌浏览器里面 点击加载以解压的扩展程序 点击一下 选择 点这个 选择桌面 新件文件夹 这个点击不要动 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文件夹 点击这个选择文件夹 它已经成功把谷歌文档 给添加进浏览器里面了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这里面成功了 大家看到没有 扩展程序 已经成功添加进了 这个 点击下